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生存困境但热爱生活的文化艺术工作者 在医疗健康领域积极奉献的医疗工作者 目前我们已经赞助了多位艺术工作者 也在积极的联络需要资助的青年人群 青青学社的各项活动 给海外华人的业余生活增添了更丰富的内容 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了学员的充分信任和鼎力支持 才使得新兴学社一路发展 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今年六月我们又成立了新兴读书频道 旨在邀约热爱读书的朋友们一起阅读 在沟通和交流中获得更多的文化滋养 吸取彼此的智慧精华 也邀请文学大家为我们点播文学更深层的内涵 正如今天的这场中国文化百年史的讲座 李大兴老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和感受呢 那我们在讲座结束以后呢 有20分钟的听众提问环节 那请大家有问题随时在对话框里面提出来 现在我们先请新兴学社的创始人丁明博士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讲座 以及主讲人李大兴老师 请丁老师 好谢谢 谢谢我们美丽的主持人 也是我们新兴学社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孟志宏的介绍 学社的会员们 以及今天来参加讲座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好 非常高兴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新兴学社的活动 那今天的讲座和以前我们学社举办的实际场的讲座相比较呢 有几个特点哈 第一就是 首先 以前我们的学社的活动 大部分都是会员专享活动 但是今天呢 是一场像学社会员以外的朋友们全面开放的一场讲座 那以前的会员专享活动呢 我们是在线上或者在线下 然后呢 都会和讲座的老师们有很积极的互动 那相信今天大家听完李大兴老师的讲座以后 相互之间的互动应该会更热烈 大家都是慕名而来哈 然后第二个特点呢 当然是因为我们今天要隆重介绍的 我们今天的演讲嘉宾李大兴老师 谢谢李老师对学社的支持 为学社特别准备了这个全新的讲座主题 个人阅读里的中国小说版面 那从这个题目里面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大兴老师的低调和谦虚 他把前面特地加了一个定义 个人阅读里 其实李大兴老师一直都是很优秀的 他打小就是个学霸 然后呢 1980年呢 以全国文科第二名的成绩 逃入北京大学的历史系 之后第二年就被选派到日本留学 然后呢 又来到美国定居 那很有幸呢 到我们南加州 使得我们能够更有机会近距离的 去感受李老师的风采 大兴老师现在还是南加州高校联盟的理事长 然后呢 他曾经参与北岛主编的今天 管理网络版和今天诗歌论坛 2015年以来发表了历史文化和个人记忆传文共100多篇 他的作品在读书 财新周刊 经济观察报等等都有发表 而且还出版了书籍 在生命这期滑跑背后 诗于远方的往事经销等等 我很有幸曾经和朋友们一起和大兴老师聊过几次 有过交流 他的个人经历很丰富 北京长大 然后上了北大 又去日本 又来到美国 他有东方文化的沉淀 也有对西方文化的体验 同时呢 他学的专业又是历史 所以呢 他对文学具有很独特的敏感性 今天呢 大兴老师会带着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 去看中国小说版面 相信听完这场讲座 大家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对中国小说 以及大兴老师的个人魅力 也会有更深的了解 而且大兴老师讲课 从来都是没有讲到的 洋洋洒洒 夹絮夹艺 这些都充分 底线了他的功利所在 我们今天要好好地来聆听一下 这是第二个特点 那第三呢 刚才可能大家通过镜头也都看到了 今天听说李老师要来讲课 我们学社的会员是 非常的激动 也很期待 虽然是线上的讲座 但是我们今天也有线下的活动 我们几位学社的读书频道的几位鼓干 都来到了我家里 在风轻月朗 月亮马上要起来了 太阳刚下 在茶香酒浓之下 我们一起来聆听大兴老师的中国小说百年史 一定会也有一番意境 那也欢迎朋友们下次一起来加入这样的活动 包括也欢迎李老师 欢迎一起来罚酒言欢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 三个杯 隆重地请出我们的李大兴老师 我们呢 可以边喝酒边听李老师的讲课 那李老师呢就要辛苦一点 那可能要在讲完之后 我们再给您线下倡议 好下面有请李老师 谢谢李老师 有请 谢谢丁玲博士 谢谢新兴健康文化学社的朋友们 看到你们在喝酒 真的是非常的羡慕 那么我就不喝酒 改喝咖啡提提神 希望呢 不要讲得过于跑题 那么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呢 是个人阅读里的中国小说百年 在这个讲之前呢 我先做一个很简单的自我介绍 同时也做一个小小的算是一个开场白吧 那么刚才丁玲老师呢 对我有很多过奖之处 我就对于我太夸奖的地方就不重复了 我呢是 我是本人 其实是到现在为止 我呢是还没有发表过任何一篇小说 虽然呢 我算是说 写过不少散文吧 出过两本书 那么第三本书呢 是早就三年前就把稿子放在这个国内的北京出版集团那里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这个一直出不来 那么现在可能呢 这个审查的又延了点啊 咱们这个中美关系一步好 那这个美国美籍作者出东西好像难度增加了很多 所以也就目前是先放在那里的那么一种状态 但是呢 有一点我特别想说 就是说呢 我呢 首先我虽然挂着一个我们这个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理事的名义 但是严格意义讲呢 我觉得我还算不上一个作家 因为在我看来 一个好的作家 他必须是或者在小说上 或者在诗歌上 这两种 或者在戏剧上 这三种吧 这三种呢 这个文学体材上呢 有所成就才能够称为是一名好的作家 我只是写写散文 这种散文呢 读来 也还算不错吧 可能是说有的人说对我评价还挺高的 那么三联书店也推荐我参加了2018年的这个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部分 当然这个获奖是跟我无缘了 但是能够参与评选也算是一种荣誉 但是我仍然认为写散文 除非你写的像索文那样的 写出瓦尔登胡那样的杰作 一般来说呢散文作为一种文体还不是足够以这个怎么说呢 来来来有那么大的重要性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讲的是小说 我为什么觉得我还可以凑合讲讲小说呢 我其实没有别的 我只能讲个人阅读里的这个小说 是因为我从小呢就特别爱读小说直至今日 在我看来呢在我而言啊 读小说呢是一种享受和休息 那么读什么样的小说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 这就跟很多人看电视剧是一种享受和休息 基本上是一个一个同等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 同一个level的这么一个水准啊 所以呢千万不要期待 我在我的这个通知上专门讲啊 这是一个非专业人士的外行人的讲小说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那叫做不深入但是浅出 非专业但是尖锐 这个尖锐在我看来呢 是这个写东西人必须具备的一种品质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写东西啊 千万不要 你做人最好憨厚一点 但你写东西千万不要太憨厚了 写东西太憨厚的文字 那基本上说来会让人昏昏欲睡的 那么至于说写东西再去歌功吹捧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是说呢 就会让人有肉麻的感觉 反而是我一直主张 无论是生活中还是文字上啊 人呢还是应该有一点点 要有那种批评精神 那换句比较这通俗话呢 要有一点这个不吐象牙的精神啊 不要一开口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这样你讲的话才能稍微有趣 而不是肉麻 但是另一方面 批评一旦过火 往往成为一种弦乐 而且我们都特别需要记住的这一点 就是说实际上 每个人除了自己所精工的领域 他在其他的方面的发言权 实际上是很有限的 但是不幸的是 尤其是我们华人知识分子中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 很多人不幸的是 在某个领域有成就之后 他呢就开始觉得他可以 这个直顶江山 激昂文字 在各个方方面面都开始 觉得他有权利下判断 实际上我们做任何判断的时候 之前都要想一想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资格下判断 这也是我为什么平常讲述 无论是做讲座还是日常说话中 虽然大家都知道 我有时候讲话很不客气 但是我一直讲 这只是我的此时此刻的一点感受 并不能称为是一种 很持而有效 或者说很有逻辑性 很有道理的判断 我自己都不敢这样去说 所以你们听了也就一听而过 我对于别人所做的判断 也基本上持怀疑态度 那么学历史人有一点 他会非常重视的是陈述 叙述而不是判断 所以呢我们即使是在讲小说的时候 讲过去的小说百年的时候 那么自然你会夹杂着一些判断 其实呢文学作品 这样的东西呢 是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所以没有任何人 即使一个专家 其实他的判断都很可能是片面的 更何况我们这种非专业人士 但是即使是我们在言辞中 会有我们吐露出我们自己的喜好 但在叙述本身 我们尽可能想要做的是 多一些陈述 少一些判断 那么今天的讲座呢 我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我个人阅读历史的一个回顾 那么这里的很多朋友 都是第一次见面 有些熟悉的朋友 知道我的一点老底的朋友 当然呢 知道我太多老底的朋友 最好今天不要在这里 这样的话呢 如果在这里 知道我太多老底 会让我说话感到紧张的 因为发现这小子说话又不一致了 不过人的一生中 说话不一致的时候 往往多于一致的时候 这是人性之史 千万不要对别人的话太当真 我想讲的是呢 我呢小时候呢 是个非常幸运的人 因为呢我虽然是一记事 就碰上了文革 但是呢 我呢又因为种种阴差阳错 而在文革里边呢 非常有幸的 既没上小学 也没上初中 从1968年到1977年 八年多时间 我一直就自己在家里面 哪都没去 那么我小的时候呢 又有一种不幸 后来看起来是一种幸运 就是我在小时候呢 因为身体不好 我其实仔细想来 就是因为生在饥荒年代 少年时 童年时严重营养不足 使得走路东倒西歪 所以呢 我们那个又是高升 怎么说呢 生育高峰的年代 这个一个院子里面 有好几十个小男孩 天天打来闹去 分帮接派 那像我这种 因为这个身体不够强壮 所以呢 这个自然是吃亏的 就成了那个 被人一推就一跟头 一打架就被人打得落荒而逃那种 那么人呢 总的在这一方面不行 就得在其他的方面寻求补偿 寻求补偿的方式之一 就变成了读小说 读小说 读小说的人呢 会逐渐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在那个世界中 赤诚翱翔 那么你在小说的世界里感到了你的幸福 感到你的欢乐 或者说你从中感悟了某种东西 那么我呢 就是这样开始我的小说阅读历程的 好 那个时候呢 当然你千万不要想象说 我小时候是只读书的孩子 那个时代没有人读书 我相对读书多了一点 就变成了爱读书的好孩子 但是我们 我1973年的日记里面写的非常清楚 上午十点起床 上楼打扑克 中午一点回家吃饭 吃完饭上楼打扑克 晚上六点回家吃饭 吃完饭上楼 继续打扑克 一天打了12个小时扑克 这就是1970年代初 这个中国的这个一个不读书少年 失学少年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当时你即使在学校 你基本上也不读书 所以呢 跟我打扑克那些朋友 他们都是在校学生 他们一样也是一天打12钟头扑克 这也是这个 这虽然是一个小事 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个时代的一种现状 就是说一边是革命口号冲天 一边是大家在上上下下打扑克 这么一种年代 所以呢 好 我直到现在扑克还是打得很好 小说未必能写出来 扑克打得还不错 但是呢 总算当年有机会读到了不少的小说 这也是感恩于我所在的一个环境 我们那个地方呢 是一个叫做 叫做怎么说呢 这个 妙小 妙小这个水深 这个王八很多的地方 这都是这个 这都是我们这种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原话 那么那个地方就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成屋的地方 所以呢 相对来说 比较能够有各种书籍 或者是隐藏在自己家里 或者是在这个兄长之间流传 那么我很小的时候就读到了 外国小说今天不讲 我以前在别的地方都讲过 我读过哪些外国小说 这个没有关系 那么我当时就读到了这个很多 就是说呢 1949年出以后出版的这个 那么民国时期的作家的小说 那比方讲啊 有郭摩洛这不用讲 对吧 有这个矛盾 有巴金 有老舍 那么就像这些都是在文革里边就开始读到 那你自然也读到了很多红色的小说 那么我还有一个幸运 就是说呢 这个由于一个家里的一个机缘 我们呢 把这个 当时我父亲是在中国社科院 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那么他呢 从干校回来以后呢 有机会呢 拿到了这个 他们这个研究所 有个图书史的钥匙 这个图书史啊 现在看起来比一个很多图书馆里边 都有更丰富的收藏 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借书 也没有人读书 所以呢 我父亲就把这个研究实力 图书史里很多书搬回到家里边去 那么有什么呢 有民国时代啊 几乎30年的核定本的全套的东方杂志 这个东方杂志呢 那是民国时代非常非常有名的杂志啊 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的读者 加上青年文摘 加上生活周刊 这么一种啊 美国的Life或者Reader Digest 就这样的一个最popular的杂志 里边是里边的美本里边是 是五花般文无奇不有 那么我从中读到了 首先是读到了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 还有呢 读到这个民国时期 比方说张恨水的小说 那么自然呢 印象至今非常深刻 也影响了我一生中的审美的 就是看到了民国时代和 三十年代西方的各种电影明星的照片 所以呢 我们这 我们的 我这一代的人的审美呢 很多人是说 是说比较多革命色彩啊 我呢 从小呢 比较缺少这种革命色彩 一向是比较这个 怎么说呢 比较资产阶级化啊 肯定是当时属于要IP的 但是呢 也跟当代的审美是很不相同 我建议大家如果多看一看 三十年代的电影就知道 我当年这个审美观的这个特点和局限在哪里了 好 这个呢 就说的有点跑题啊 那么呢 当时呢 是这样几种的 我们当时这个读书啊 都是因为是文革期间 实际上大多数人是没有书可读的 我有幸读到了一些书 但是呢 跟我的同代人一样 这种阅读是完全是支离破碎 逮着什么读什么的 这么一种阅读啊 比方说我当时是 这个赤脚医生手册 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啊 所以呢 这个这个这个 虽然只是十一二岁 还没还没发展 身体还没发展的时候 到读了一些基本的性知识啊 那么 那么还读过《御英常识》啊 那么也是很早就读过武侠小说 这个可以留在一会儿再说 那么读了这些东西以后 等到了这个文革结束以后啊 我们都知道文革的时候呢 就是说文革之前的小说 都基本上作为毒草被批判了 你也就很少能够读到 等到文革结束以后呢 这些东西呢 所谓以前的大毒草又纷纷啊 重新出笼 所以呢 我们大概在这个 这个文革结束 七七年到八零年这个阶段呢 是大量的 十七年的和民国时期的一些 比较正面的 这些所谓原来被批判的作品呢 重新出笼 这个时候就读了很多 这个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可以说是 当时啊 也还是比较传统的 被认为是这个 这个现实主义小说 那么我们一般把这个民国之前 称为是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的 现实主义小说 比方说这个 矛盾和巴基啊 那包括老舍也仍然是 也仍然是 前面会加一个定语 那么呢 从1949年到 1966年的 这个文革之前 这十七年的 就是说所谓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小说 那么我们 当时都读了不少啊 这个呢 这个这个具体读哪些 和有什么一些评价 我们呢 后面再说 那么这个都是说 我当时 当时呢 读的很重要的 还有呢 那个时候啊 我们都曾经 尤其像我们这个60后啊 6060后和这个 50后晚期吧 当年呢 这个在文革结束后 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 文学大潮 兴起的年代里面 都有过一个啊 或多或少 都有一点点文学青年的梦 所以很多人 在那个时候 都是非常喜欢读小说的 所以我当时呢 这个中国小说 还在读 就是说文革以后的 各种作品啊 那么这里边 就包括像商分文学啊 像这个先锋小说 我记得当时 有几种文艺杂志 一个是小说界 一个是小说月报 还有一个是小说选刊 直到八二年为止 几乎我是一七八辣的读 那么那么然后啊 我呢这个信或不信 就被这个北大选商啊 派到日本去留学了 那么一出国 自然这个文学青年梦就断了啊 那么很多很多年呢 都没有时间啊 再去读 像这样的乱七八糟的 读这些作品啊 但是呢 出国以后呢 一方面虽然你阅读的数量是大减 但是你的视角也完全改变了 那么像你以前没有读都读过的 因为因为这个原来因为政治 政治原因很多被屏蔽的作家 你在国外呢 反而就很容易的就读到了 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 怎么说呢 一个补充的部分 对于你的阅读史 那么虽然我呢 是从1982年到现在 我整整出国四十年 但是在这些年间 尤其是有了网络以后啊 我仍然是 把它做一种修行 经常的读小说 所以呢 虽然我读的是后来 改革开放以来的小说 可以说是读得很不全面 但是我也大致呢 能够有能够给大家勾勒出一个轮廓 那么我今天所讲的呢 就是说 我只是说从个人阅读的角度 简略的讲一下这个中国小说 这一百年走过的历程 那么一方面是梳理一个轮廓 一方面呢是讲 我们这百年中有哪些 我认为是比较值得一读的作家 也算是一种对经典的推荐 那么一方面是讲一些这个 我们或者已经知道 或者是比较这个个人化的一些故事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讲法 那么首先呢 我先讲一讲的 就是说这个 这个民国时期的小说 这个民国时期 就是我们一般说呢 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 这个时期小说 那么我们都知道 中国实际上啊 这个最早写小说的两位 或者说两位写的比较成熟的小说 两位作家呢 一位是鲁迅先生 一位是郁达夫 他们呢 其实呢 严格讲 他们算不上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但是呢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呢 往往都小说写的不怎么样 这个我们比方说 我们很熟知的 像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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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呢 胡适 他写诗写的常识集 小说也适逐在写 但是呢 胡适先生呢 是这个标准的 领袖性的人物 领袖性的人物 并不见得就有专长 所以呢 他在小说上是没有什么造诣的 那么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今天主要想强调的一点呢 就是说 这个新文化运动之后产生的小说 一般在我们中国的现代小说呢 都被认为是革命性的 颠覆性的 为什么讲是革命性的 是颠覆性的呢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 这个国家啊 实际上我们这个 这个中国的文学传统上啊 中国人写诗是有一个非常这个这个悠久和深厚的传统 而且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所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他们写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小说这个东西呢 在中国来说呢 一直是被认为是一种市民的 庶民的文化 平民文化吧 那么 他最早可以追溯到 大概是汉朝时期 不过最早的小说呢 都是文言的 而且据我观察 基本上以色情小说为主啊 中国 By the way 这中国人的色情小说 绝对是 写的除了法国人以外 在我看来也是属于独步世界的 也说明我们 我们的 我们的在一方面是道德伦理啊 非常严酷的国度 另一方面也是色情文化很发达的国家啊 这是这是题外话 那么 新文化运动的小说被认为是革命性的 由此呢 对于新文化运动之前的小说 尤其我们讲晚清时代的小说 好 那么 评价一直不是很高 然后呢 也不太被人重视 呃 关于这一点呢 现在啊 当代在美国 呃 研究这个呃 现代可以说 呃 现现当代啊 中国文学啊 最著名的学者啊 王德威教授 他是这哈佛大学的这个教授 呃 那么那就是夏至清啊 贬低这个晚清小说这样一种评估的一种反动啊 但是在我看来啊 而这个晚清小说 而这个晚清小说虽然有很多他的这个王德威教授指出的所谓现代元素 但是他的本质上的体质 无论是他晚清小说呢 有两个重要的部分 一个是叫黑幕小说 一个就是所谓这个这个鸳鸢蝴蝶派的言情小说啊 那么这两个小说基本都还是讲故事是张回小说 可是呢 到了这个鲁迅先生和这个玉达夫先生呢 他们在文体上就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就是他们写的小说呢 不再是张回小说 那么他们二位严格讲啊 都不是写这个长篇小说 他们实际上呢 他们是受了这个这个西方小说的影响啊 这里西方小说包括这个日本小说啊 比方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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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达夫啊 受日本小说的影响很多 那么鲁迅先生也是在留学日本 他实际上后来提倡的普罗文学 也都是从日文翻译的普罗文学 所以他呢 很他的这个中国小说史和他后来小说写作 也是会受到日本文学的一些影响 这是不可估 不可否认的 那么他们主要都还是欧美文学和日本文学 就所谓外来文学的影响 在这个影响下 但是鲁迅先生呢 他是出手不凡 他第一篇小说啊 最初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狂人日记 这篇小说可以说的从一出手就是一个在中国小说史上 树立一个经典地位 然后极具革命性 不只是文体上革命性 思想上也革命性 然后呢 超级的反对这个所谓旧礼教 然后相当的极端 这个就是奠定了鲁迅小说呢 鲁迅先生的这个这个怎么说的一个革命文学者的这么一个地位 但是我后面会讲到 我并不认为呢 因为前两天刚刚有一个关于鲁迅先生的这个这个讲座 中山大学举办的两位国内的鲁迅研究专家在上面讲 那么由于对他们的这个尊重啊 我呢当然就不好多讲什么 但是呢 有一些这个我们传统的鲁迅研究商的一些 好像是不言自明的一些定义 我是有所保留的 在我看来呢 鲁迅先生后面我会讲到啊 他呢他呢 与其说是革命的 不如说是批判的 那么这个狂人日记就是一篇非常具有批判的小说 而这个具有高度批判性 阿修正传要 这些我们都比较熟悉的作品 具有高度批判性的小说 可以说是鲁迅先生 在文学上的最大的成就啊 之一吧 至少在我看来啊 远比他就是我们从小 耳熟能详这些很 很这个怎么说呢 很尖锐 很刻薄的杂文来说 其实这些更 这些小说更代表他的文学成就 那么 玉达夫呢 可以说是 另一个方式 他是什么呢 他是这个 这个革命 浪漫 腿肺 见而有之 我记得我刚到日本不久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我还是个文学青年啊 虽然是去学历史 可是对历史呢 不是特别也有兴趣 而且呢 我是一贯是啊 直至今日一贯是属于说喜欢 不是喜欢 是一个很大的弱点 就是所谓博而不惊啊 所以呢 抓着什么读什么 那么那个时候 我记得还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日语还读着结结巴巴 就开始在图书馆里边 哎 一看有关于玉达夫的这个 一本日文的书吧 嗯 那么就去读 读着读着就很有意思 也是我很喜欢讲的一个故事啊 我们这个当年去日本 虽然是公费留学生 可是呢 我们也都知道啊 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啊 我们毕竟国家还是很穷的 那么我们也是非常感恩 当时在这么穷困的状况下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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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还给我们出钱 让我们到在外面这个读书啊 嗯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 我至今还是深怀感激啊 嗯 我后来一直本来嘛 如果不是因为种种原因 我本来也是一直要回国服务的啊 那么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啊 那么 但是呢 看了玉达夫这个 有关玉达夫这个研究呢 就觉得很有意思啊 这个我们当时呢 可以想象 就是说因为这个百废带兴 能够派你出国就不容易 所以呢 这个公费留学生的这个奖学金是很低的啊 呃 那么就拿日本来说 据说美国更低 美国当时好像到呃 呃 公费留学生啊 一个月的这个奖学金是300多美金 呃 日本好一些是600美金左右 呃 但是呢 日本的物价在80年代远角 呃 美国昂贵啊 呃 跟现在完全不同 现在日本物价比美国便宜 30年合同 30年就合悉了 那么在这种昂贵物价下 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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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万呃 600多美金的呃 留学生的到那自然是感觉这个比较捉襟见肘啊 啊 所以呢 很快呢呃 尤其是我们这种比较年轻气的人呃 语言的适应的很快以后呢 都都偷偷摸摸去打工去 嗯 这是另一个事情 那么当时就看到玉达夫 他是这个清朝的官废留学生出国 一看啊 这个清朝真是腐败 给这些留学生都很腐败 他们给留学生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 是一个月30块钱 这个一个月30块钱 什么概念呢 就是当时日本人的这个生活啊 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 他一个月的生活大概也就是15块到20块钱 所以呢这个玉达夫先生呢 他拿着30块钱奖学金 他干什么去呢 他很年轻 他他他他很有想革命的倾向 但是他也很腿肺 所以呢 玉达夫先生呢 也是啊 必须得看啊 我们呢 我经常说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所谓伟人啊 不用讲啊 伟大的文学家更加是不见得是说一个道德玩人 基本上来说 我一直认为道德玩人是 绝对不能当跟文学不能沾边的 因为道德玩人必有其虚伪之处 所以呢 文学家呢 首先的一个要求是真诚 所以文学家呢 是道德上不应该是完备的 这一点在玉达夫那里呢 尤其的突出 他呢 这在这个日本的时候呢 他他在东京的时候呢 据说是经常去去这个这个这个妓院去啊 然后呢 他还这个这个专门有这个文字上留下他这个这个去去逛妓院的心得啊 和包括你想这个这个这个玉达夫先生 他是杭州人啊 江浙人 他们从小这种这种 他就跟鲁迅先生一样 这个这个这个还是在钱上算得很清楚的啊 包括对这个对这什么价位啊 这些东西都有都有叙述啊 当时看的我这个啊 尤其我们这种当年在国内呢 对于这种啊 比较这个不登代啊 支腾的啊 所谓重要人物的记录 都是读不到的时候呢 去看这个是感觉非常有意思的啊 那么那天呢 鲁迅先生呢 的讲座我也提到啊 就是我 我呢 我正好去读读书的地方 是鲁迅先生留学的地方 就是日本的仙台啊 我也在那里留学 所以我是这个 我是这个这个 这鲁迅先生是我的这个校友 和和和和非常遥远的尊长 尊尊尊贵的学长啊 那么尊贵的学长呢 他的这个 我当时提到了啊 我跟这个鲁迅门学专家 我提到了 这个这个鲁迅先生啊 当年啊 我就看到他成绩单啊 成绩单真的是 真的是不太灵啊 三门课基本是四门课 一门是fair掉了啊 三门是三门 三门至少两门是大C啊 当然我看那成绩 我就跟那个鲁迅文学报告专家讲 那会儿我大学一年级啊 经过了高考的这个 这个怎么说 披荆斩计啊 经过了无数次考试以后 最最厌倦的就是考试 所以一看到鲁迅先生成绩 原来也不怎么样 有一种心情上 有种特别踏实的感觉 就像我在这个日本读书的时候啊 这个再也不用 有鲁迅先生这样的榜样 再也不用好好读了啊 但我这个话一讲出去 鲁迅文学专家的这个 这个朱教授呢 为了这个维护啊 鲁迅先生的光辉形象 一再强调呢 鲁迅先生绝对不是跟不上功课 而是说他心不心不在此 这点我还大致同意的啊 这个这个鲁迅先生呢 他呢也是属于啊 这个啊 他学医完全是出于这个偶然啊 他真正喜爱的还是文学 虽然他在国内 他是学机械出身 后来到日本就学医啊 那么豫达富也一样 豫达富东京大国经济学过毕业 那么再再有一点呢 就是他们这些当年的出国的时候 所抱的理想都是一种 所谓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今天可以讲吧 就是说叫做 还是很有这个民族啊 民族大意的这么一种 想要强国啊 复国追求国家复强的 这么一种梦想 所以呢 他们呢 真的不见得是说 想要去这个学文学啊 想要去而想要去学实业 学科技啊 但是后来呢 其实呢都治不在此 最后就都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这是豫达富先生啊 那么 豫达富先生呢 我们还要记得啊 就豫达富先生呢 我一直说啊 这个这个这个鲁迅先生不好啊 不好讲太太太多 这个这个让人听了些负面的啊 这个豫达富先生呢 我就可以多讲一点啊 这个因为他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诗 就是曾因酒醉鞭鸣马 生怕情多雷美人啊 那么他一生呢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确实是比较风流体躺的一个人啊 那么他很著名的一段婚姻 就是这个跟1926年和这个王颖霞女士的 这个恋爱和结婚啊 他们是在一起 在生活了12年 那么跟前一位太太 其实好像也没有正式离婚啊 这个有一点像鲁迅先生 呃的这个和徐广平的师生恋 而和朱安之间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婚姻呢 也是在在解除与未解除之间啊 但是呢 千万我一直特别强调啊 千万不要因此而对他们有任何负面的想法啊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既不要把伟大的文学家数为道德伟人 也不要从任何道德意义上去批判他们 而且我们特别要记住这一点 就是说啊 这个中国实际上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啊 这个道所谓道德伦理的这样这这一重啊 传统的东西已经是摇摇欲坠 到了新文化真正是突破了这个繁离之后 当时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开放程度啊 包括在婚姻方面包括在很多方面啊 大家的开放程度啊 说实话啊 是我们今天都难以想象或者说也不可企及的啊 不可不可达到的 因为因为我经常发现这个怎么说呢 尤其是啊 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我这一代知识分子啊 不知道怎么都告别激进告别革命啊 都都去拥抱保守去了啊 都变成了这个当然了 人年纪大了走向保守也很正常 但是呢 往往都变成了忽然 不管年轻时候怎样荒唐过都忽然摇身一变 变成了这个道德君子啊 这一点有的时候呢 总让我觉得不够真实 那么好 那么呢 关于鲁迅和郁达夫先生 他们二位的作品 我觉得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的新闻化以来 新闻化运动以来的小说百年 这二位作家是你们首先要读的 他们两个人完全不同 但是他们两个人绝对是新闻化文学的 在我心目中 他们是开拓者 而且他们的小东西也很好读 基本上都是短片小说 花不了太多时间 有时候一遍读不明白 多读几遍还是能读明白 何况的鲁迅先生我们耳熟能强 并不是说我们觉得陌生 而是说我们有点这个 后来很多人远离鲁迅 是因为从小被灌输鲁迅 灌输的太多 有点耳朵起脚子了 所以就离开了他 其实也未必理解鲁迅先生 那么我们小时候比较熟悉的作家 还包括毛顿 巴金 老舍 他们的作品 我们之所以熟悉 主要是因为他们几位 在这个革命之后 文革之前 都是基本上来说 是得到官方肯定的 他们的作品也仍然能够 多次出版 而且成为进入教科书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实际上我们小时候 对于宁国时期的文学的了解 是有偏差的 因为有过这个革命的翻天地覆之后 天翻地覆之后 很多作家 由于其政治立场的原因 而不再能够在大陆 读到和出版 那么其中 最主要的一个人呢 就是张爱迪 那么我想说呢 这个在革命 在这个文革以后 重新得到评价 文革以后我们都知道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这个这个 所有的这种 这种政治方面的 可以说是一种偏见吧 还是减少了很多 那么很多原来呢 不能出版的作家 在民国时期的作家 又都得到重新评价 那么其中重要的几位 我举几位 就是说呢 张爱玲 沈从门 萧红的是原来也还可以 但是呢 就不太被人重视 那么还有像李杰仁 他也是说他的书 在这个1949年以后 他自己主动做了修改 他的著名著作是这个 《死水微蓝》 暴风雨前和和一个叫做什么 大河吧好像是 我一想大波 这么三部小说 是三部连续曲 这个是我小时候读的 读得非常好看 当然它是因为 它的小说有地方性 它是四川的小说 但是呢 它对于描述 一个时代的这个变化 可以说是后来的这种 很多这种 我们今天称为 大河小说的一种先河 那么最主要的被重新发现 而且呢 在当代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的作家呢 是张爱玲 张爱玲的这个小说呢 可以说 我们必须要感谢的 就是说呢 这个海外的中国文学的研究者 那么其中呢 对于张爱玲的重新评价 做出重大贡献的 就是这个夏志清教授 夏志清教授 他有一本中国小说史 他里面的高度评价的人 是谁呢 是张爱玲 沈从文 还有钱周书 那么我个人对于这个 钱周书的小学 小说成就 其实我还是 抱有这个怎么说呢 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围城 但是当然了我也知道 很多人熟悉的是围城电戏剧 并不见得是这个围城小说本身 那么如果没有读过围城小说本身的话 我非常高度建议大家 读一读围城这部小说 因为这部小说非常好读 里边妙语丛生 对吧 而且这个妙语呢 这个不仅是中文的 还有英文的 比如说这个 这个有一个女孩 很重要一个女 女不能叫做女主角吧 次女主角 就是这个方红健 当年这个曾经努力追求的 这个唐晓夫 他就会讲 他有这个名言 叫做Don't touch me Don't forget me 那么还有这个曹元伟 他写这个 这个月亮像圆圆的乳房 颤巍巍的贴在天上 这样的诗句 这些都是这个 钱中书先生 写出有所讽刺 所以它是一部 非常优秀的讽刺小说 但是是否在中国的 民国时期的文学史上 有着那样巨大的地位 我这一点还是 还是不是那么清晰的 因为钱中书先生 这个小时候 我的少年时代 曾经多次见到钱先生 跟他有过交流 但是我一直觉得钱中书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学问家 他对于小说来说 对于他来说 就跟中国古人一样 写诗一样 是一种余性 并非他的本行 他也没有想要去 做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这个呢 那么张爱玲所不同 张爱玲呢 我觉得一种见地 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忘了这是不是 夏志清先生 还是另外一位学者 曾经讲 就是张爱玲 其实很多地方 他跟鲁迅是相近 他有跟鲁迅的相似之处 就是说 这个怎么讲的 就是张爱玲的批判性 实际上跟鲁迅 是有共通点的 当然他们两个小说 是完全不同的 那张爱玲呢 又是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都知道张爱玲 是这个清末名臣 清流的名臣 这个张佩伦的孙女 那么张佩伦又是一个 很奇特的这么经历 他呢是这样 他是这个 他是这个 这个清末 这个清流里边的一个 可以说当时冉冉升起的 这样一颗明星 很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成为了清流主力 那么后来一外放出去 就是总督级别的官员 但是呢 一出去就在这个马关战役 中法战争马关战役 打了一场大败仗 而且他最关键是 他这个弃阵 弃了阵地潜逃 逃掉了 跑掉了 丢掉了这个 丢掉了这个碉堡 然后呢就跑了 因此呢 就被严谴 这个 这个清朝还是这个 其实我们经常说 清朝腐败 清朝在这个 这个 怎么说呢 对官员的惩治方面 其实还蛮那个严厉的 直接给他 本来要处死刑 后来是经过很多人 税情变成了 发配到这个 新疆 而且是永不录用 但他是个大才子 所以呢 仍然被李鸿章看好 李鸿章最后 把他的大女儿 他特别这个 视为 视为左膀右臂的大女儿 嫁给了这个张佩文 所以张佩文等于说 第三次婚姻吧 跟这个李鸿章 长女是第三次婚姻 所以呢 他很晚才又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生住的女儿 就是我们这个 所熟悉的这个 这个张爱玲 那么张爱玲呢 可以说就是真正 真正是生在这个清朝的 非常的 非常有家世和高 或者这么讲吧 非常这个 渊源非常深厚的 这样一种家庭里面 而且呢 他呢 由于这个是 是这个生的比较白 所以他辈分特别高 我小时候 这个给我启蒙的 一位老先生呢 是 是张之洞 清朴明臣 二张 一个是张佩伦 一个是张之洞 那么张之洞的后人呢 他的曾孙子 给我启蒙 然后他的夫人 是这个 庚子 这个八国联军 打进这个北京 我们都是慈禧太后 和绝大多数的 这个大臣 不管原来 原来是怎么样 主张这个 这个以肉体之躯 去扛 洋枪洋炮 刀枪不入 这个跟着义和团 去攻击的人 但是那时候打的 都溃不成军 那么落荒而逃 都跑陕西去了 而这个 真正 留下来 坚守 北京的 主 这个 都房大臣之一 是什么呢 是当时 担任 国子监祭九 国子监祭九 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图书馆馆长 所以呢 国家图书馆馆长 就变成了 防御北京的 一个都房大臣 他这个人是谁呢 人叫王一荣 王一荣啊 是 别的我不多讲 他是 他是一个 很好的学者 那么我们 今天都熟悉的 甲骨文的发现 所以甲骨文的发现 是王一荣 王一荣先生呢 这个 这个呢 就 举家在这个 八国联军 进入北京之日 举家训国 他当时有一个小孙子 那么是被他的保姆 被这个小孙子的 这个奶妈 给 为了给他们 这个王家留一个根 是可能是带着跑掉 这个 这样一个家族 生下来的 这个 怎么说 再生下来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女儿吧 就等于王一荣的 曾孙女 就是这个 我小时候 见的这个 张之栋的 曾孙子的太太 他们夫妻二位 这个 这个 王献田女士啊 她是清华大学 1933年 1933年的 这个心理系 然后呢 后来毕业以后 后来是这个 中国科学院 心理所的研究员 是 是这个皮亚杰的 这个翻译皮亚杰 进入中国的 第一人 那么 她呢 比张爱玲 她是这个 张爱玲的铁粉啊 她比张爱玲 还大五岁 但是呢 她们跟 她跟张爱玲 还是亲近 但是从辈分上讲 她比张爱玲 低两倍 所以你就知道 张爱玲辈分极高 这么辈分极高的 张爱玲 那么 那么我们熟悉 张爱玲的故事 的人就知道 张爱玲的母亲 又是一个 当时非常罕见 在那样的家世中 离婚出走 跑到国外的 就说她是一个 非常奇色的家庭 出身 就有种种原因 使得张爱玲呢 从小呢 一方面是 成长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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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反景之家 而又是 很早就经历了 各种 这个 怎么说 事情变故 所以呢 她有一双 非常锋利的眼睛 这一点也是属于呢 也是使张爱玲的作品 虽然 这个 这个 读来是很 有的时候读起来 是很抒情 很个人化 也被 很多人认为小资 所以呢 张爱玲呢 后来呢 就 尤其在这个 我们这个 中国大陆 后来重新进入 中国大陆以后呢 就往往被解读成了 是一个 这个 一种时尚 一种小资 情调的作家 那么 其实 我一直觉得 这是对张爱玲的 一种很大的误读 在我看来 张爱玲是和鲁迅先生一样 具有高度批判性的作家 只是他的批判 往往是在于对于 个人的这种批判 而不是像鲁迅 是一种对社会的批判 我仍然会非常希望 觉得呢 如果你要想 喜欢读中国小说的话 而且张爱玲小说也一样 也是属于好读的 你不妨读一读 比方说像他的半生源 还有像他一些 比较短篇小说 包括这个 包括像色戒 这个色戒 这个电影 大家都看过 但是如果你去读了 那篇小说 你可能会对电影呢 那至少在我看来 我一直认为 这个 这个 这个李安导演呢 还是 最终还是一个 从男性的角度 去解读了 一篇这个 张爱玲的这个 女性 的女性 从女性角度 写的小说 我其中的 尤其对于这个 这个其中的 有关性 在这个 作用 这个 这个小说 里的作用 这方面 我是很不赞同的 所以呢 但这个讲得太具体了 我们就不计心 但我是说 张爱玲 是我非常推荐的 一个小说 小说家 那么 这就是说 民国时期 我们可以 有非常非常 众多的小说家 但是呢 我首先要推荐 大家读的是 这个 鲁迅 张爱玲 还有呢 沈从文也是非常重要 沈从文有很多 唯美的东西 有很多 这个 怎么说呢 有一种很 怎么说 非常优美的东西 他在语言上之美 他的语言的创新性 是非常好的 在小说上 当然我个人呢 觉得他可能 是不是受了 比如说像这个 图格涅夫的影响 Anyway 那么总之 沈从文也是 被忽略的一位作家 而在八十年代之后 他又重新得到了 高度的评价 那么与之相比的话呢 反而我们今天看来 老舍是 非常的出色 但是老舍呢 是只有在 涉及北京的 和他这个 早年的作品 是非常出色 那么晚年的作品呢 比方像龙虚沟 这样的作品 我不多说 那么 很多作品是这样 作品一旦是由 这个 成了英明文学 和为了 某种这个 怎么说呢 政治的 理由和目的 要去 这个写的时候 说实话 是很难产生 杰作的 对吧 这就是老舍的 骆驼响子 我们至今 大家都耳熟能详 那么 他还 还写过一些 其他的 非常非常优秀的小说 但是呢 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呢 老舍路 矛盾 巴金的小说 他们的 走的这个路子 基本上来说 他们是受了 西方十九世纪 现实主义小说 那么我们具体 讲一讲 就比方说 像这个 尤其是像这个 巴尔扎克 那么也 当然他也受了 像托尔斯泰 这样的作家影响 总之是 作为传统的 现实主义的 这样一种写作方法 影响他们的小说 这个呢 就构成了 中国当代小说的 一种正统 但这个正统 实际上 在我们今天看来 是有很多 需要重新省思的地方 而且他也在 后来呢 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 受到了不断的挑战 这边 这个呢 我下面会讲到 那么我们 这个第一点 讲完民国时期以后呢 第二时期 就是说是这个 我们要讲这个革命时期 就是说 我说革命时期 就是从1949年 到1976年 那么 这一段呢 就是有一很重要的 就是这一段的文学 他们实际上 受到了很强烈的 前苏联文学的影响 那么还有几些 一些原则 就是 把文学 小说 这些呢 都定义为 必须是这个 社会主义的 现实主义的文学 就是说 他前面加了两个帽子 还有一点就是 文艺要服从于政治 文艺为政治服务 这一点并不是说 在文革里才发生 而是说 从这个 1949年之后就发生了 而通过这一点 实际上我们如果回想 这是我回到 刚才我提到鲁迅的事情 鲁迅先生 他这个30年代 和这个 周扬 就所谓 后来被 被这个 怎么说 周扬 后来这个 被批判成 这个四条汉子 等于说 主要是周扬 我想还有谁 田汉 他们这些人 就说等于说 他们有一个 国防文学之争 那么 这个 争论的背景 一方面是 所谓说 一个具体的 这个文学的 怎么说 这个 这个口号之争 一方面背景 后面就是说 这个 周扬 他是因为 他是受党的领导 他代表左联 左联 那是党的 这个外围组织 那么 他是强烈的主张 就是文学 是要为革命服务 为政治服务 鲁迅先生 一方面 他是一个批判者 他从来是 不管谁当权 他都批判 但是另一方面 他对这个 这个文学的 独立性 文学的使命 还是有他的 怎么说 有他的不同的看法 所以呢 这个 我们从换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 这个 鲁迅研究 后来呢 一直是认为 鲁迅是 共产主义者 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因为是毛泽东 定的基调 这个基调到现在 其实还是 虽然受到挑战 但仍然是比较正式的说法 但是在我看来呢 这个 这个鲁迅也好 郁达夫也好 像他们这样的作家呢 基本来说 他们有 他们是这样 有革命的一面 有浪漫的一面 有批判的一面 但是他们都不是 一个具体的 所谓 这个 政治人 你要说 鲁迅先生 我不认为他会说 他会就会变成一个 所谓这个共产党员 他呢 鲁迅先生也好 这个 郁达夫也好 他们的这种激进 多半是社会批判性的 甚至可以说 有一点点 五四之后最流行的 这个无政府主义 对他们影响是至深的 所以他们不太会说 好像这个进入一个组织 然后呢 把这个文学看作是一个 这个为革命的目的 服务的一种工具 而这一点是 1949年以后 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就是说呢 文学首先是要 服务于政治 那么我们小时候 读的大部分的作品 中国的小说 不限于外国的 主要的国内的小说 那么我们读的 很多很多小说 我就可以举一堆例子 举上讲这个 我们说 红旗普 青春之歌 这个 还有什么 红日 红颜 这些小说 可以说都是 有着这样的一个 一个怎么说呢 革命的背景 那么 这些作品之所以 广为人知 我不觉得是因为作品 本身具有高度的经典性 因为呢 现在就没有什么人在读 他们年轻一代不读的 但我们都很熟悉 为什么呢 是因为 我们读不到别的 我们只能读到这些 所以这些书是高度普及的 这个举个例 一个相似的例 就是比如说 我们每个人都会被 毛泽东的诗词 那么 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来 就决定毛泽东诗词 是顶天立地 是最好的诗词呢 我并不这样认为 只是因为我们从小 耳熟能详 非常熟悉 这才是关键的地方 那么 这个 新的这个 怎么说呢 新的这种 文学一旦服务于政治以后 这种呢 就是我们就产生一些 很基本的一些 你可以称为一种观念 也可以称为一种教条 就是一个小说里边 我们读的这革命时代小说 大多数都是有正面人物 和反面人物的 黑白是分明的 对吧 那么 政治和道德的判断 是高于 意识 真实的 这是我们从小 所习惯的东西 而且呢 他们呢 这种文学的形象 往往对于我们的 这几代人 从40后到70后 甚至直至今日 对于几代人的思维 的定势 是有影响的 就是我们实际上 直至今 直至如今 还是很容易有 好人和坏人的判断 有非此即彼的判断 这些东西 跟我们小时候 读过的小说 是有关联的 然而我们如果 了解这个历史的真实的话 我们会发现 很多小说中的 这个 怎么说呢 很多小说是 我不敢说是诗真的 但至少是 我们需要我们 重新去思考的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 就是这个《青春之歌》 很多人都读过 那么她的女主角 是这个林道静 她的这个 她的这个 曾经的先生 是余永泽 对吧 那么余永泽 就是属于说 这个不追求革命 然后被林道静 给抛弃了 然后呢 那么余永泽 在这个小说里面 是一个很 很尾随的人物 但是我们 后来就知道呢 这个林道静 和余永泽呢 两个人是有原型的 这个林道静 是作者杨默的 这个实际上是 多少一点自传性的叙述 余永泽是谁呢 是杨默的前夫 叫张忠行 张忠行后来呢 是一位很出色的编辑 也是一个 很默默无闻的学者 实际上是一个 学问非常好的人 跟这个小说中写的 余永泽啊 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 因为不革命 就变成了道德有瑕疵的人物 这个是《青春之歌》里面 就是我们会发现 这个原型 和这个现实的一种区别 那么这里面 也牵扯了一个 文学的真实的问题 因为《青春之歌》 很大程度上 他们如果拿到今天来看 它至少有一半 算是nonfiction 那么另一个例子 就更有意思了 我在这里给大家讲故事 就讲一讲 就是红颜 我们红颜每个人都知道 这个福智高 对吧 我尤其知道福智高 就是呢 因为我小的时候 一戴上眼镜以后 十三四岁时候 一戴上眼镜以后 我们院里的孩子就说 这小子长得跟福智高差不多 我对此是非常的愤怒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也好不大 说我不像福智高 也像这个地道战里的翻译官 反正总之都不是什么很好的形象 这在我的少年时期 使得我对我自己的这个相貌的自信 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和挫折 那么我这里想讲的是福智高的原型 福智高原型的据考证有很多 但这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型 是叫做普华府 你听这个名字 就跟普和府在四川话里面 这个发音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个普华府是什么人呢 这个福智高里面 我们知道福智高在红颜里面 被写成了是这个出卖江姐 出卖许云峰的最大恶极的叛徒 最后被双枪老太婆给打死了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的 现实中这个双枪老太婆是存在的 不过后来双枪老太婆又 后来又变成了反对共产党 所以最后双枪老太婆是这个 被我们剿匪给打死的 而这个福智高原型之一是普华府 普华府是当时的川康特委书记 川康特委书记 被捕 那么如果我们看这个 大多数的记载都是说他被捕以后叛变 但是呢到了这个 49年啊 这个这个国民党败亡之际 在这个沙泽洞 这个还没到沙泽洞大屠杀之前 就把这个就枪毙了一些人 这里面呢就把普华府给枪毙了 那普华府在这个被枪毙的时候 是高喊着共产党万岁 这个英勇就义的 这里边就产生了一个疑意 就是说普华府到底是不是叛徒 这里面的至今的是有两种论点 一种认为他就是叛徒 那么后来呢有修正说他叫做先软后硬 就是说呢他开始呢供出了一些人 导致一些人被杀 然后后来他又硬了 他呢又没有继续叛变 后来就等于说他是 这个讲法呢也是一种 怎么说呢 我觉得也是缺少史实依据的 那么认为普华府不是叛徒的一点 他有一个依据 就是说呢普华府从被捕到他招供出一些人呢 中间是一个时间差的 而且他招供出这些人呢 不是全部 不见得是最重要的人 大多数是他认为 他现在即使供了 那些人也都来一起跑了 这个讲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我现在想讲就是说 红颜里边 他的这个辅志高的原型 也未必就是怎么说 也未必是真正符合历史的真实 而这个作者罗广斌 我们都知道罗广斌最后死得很惨 是一个罗广斌是一个富商公子 当时在党内资历很浅 但是呢被捕以后呢 应该是比较应用不屈 然后呢这个杂子栋大屠杀里面 他是从尸体嘴里爬出来的 总之按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 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呢到了文革的时候 他被打成叛徒又给迫害致死 那么他写的红颜 而他的他的这个 他所熟悉的这个 马仕途先生 刚刚去世不久了 这个马仕途先生呢 是这个普华府的部下 他是坚决认为普华府是叛徒的 普华府是叛徒这一点 很大程度是由于这个 马仕途的政言而造成的 所以呢这里面的很多东西的真实性 还是有待考证的 那么这也牵扯了一个 这个稍微有点跑题 牵扯了一个这个我党的 这个共产党以前这个叛徒的问题 这个国内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者 杨奎松先生 他曾经写过关于这个中共总书记 向中发叛变的这个文章 当时我看了觉得非常有意思 首先也是向中发是曾经 担任中共总书记之中 唯一一个一个被认为是叛变的 总书记 那么对于他是否叛变这一点 实际上历史上也是有争议的 那么以杨奎松的一个讲法呢 这是一个比较折中的讲法 他是说啊就说实际上 历史上啊都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 很多人是被抓了以后给打 禁不住 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禁得住 酷刑的拷打 或者说给吓也给吓糊涂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们有的人呢是他是交代出 比如出卖几个已经像这个 像这可能是像普华府这样出卖几个 他认为已经都能够安全转移的人 或者出卖几个这个交通员 联络员这样的 至少在向中发这一点上 向中发是叛变 据说是共处理一小部分名单 但是当时苏共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两个顾问 和这个中共的一些机关的这些地方都安全无恙 而呢向中发本人也是在被捕之后 不到两天就被枪毙了 好我这里呢 想说的就是说我们革命时代的小说 把这个人面人树立成正或者反 而我们的历史其实不是那样的黑白分明 所以呢革命时期的小说 我们真正我们因为从小耳熟农详 有的时候读起来还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呢我们真正要想 他是否表达了表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重新去考量的事情 那么有了17年才会有文革时期 我们文革是反17年反刘少奇 对吧反刘邓 这样的一个时期 但实际上他的很多很多的这个 尤其在文学上很多的标准是把17年的一些东西 做了进一步的极端化 那么就是我们所习惯的这个叫做高大权 这个高大权这个标准就是等于说是这个 形象的高大对吧 然后这个好人就是百分之百是好人 而高大权这个名字也来自于我们小时候都很熟悉的 这个浩然的激光大道写这个小说的主人公叫高大权 那么除了高大权以外呢 还有一个原则叫三突出 突出什么呢 叫做突出正面人物 突出英雄人物 在英雄人物里又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这是文革的这个所谓三突出的这个标准 有了这样的标准会出了什么样的作品 我们可想而知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到现在为止 文革时代的小说 我们虽然还都能记住 尤其我这代小说都读过 艳阳天机关大道 还有什么像样样的故事之类的 但是呢我们真正 真正的不会觉得他们是真正的什么杰作 物极必反 所以到了文革结束之后 中国的小说才真正的迎来了一个新生 或者完全一个全新的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 也是我们今天呢 我相信讲座的大多数朋友们都熟悉的阶段 把这个阶段的粗略的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么几点 第一个时期就是所谓叫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里面有几篇代表作 伤痕文学从1977年的北京文学发表的班主任开始 那么在上海发表的伤痕开始 伤痕文学就以伤痕命名 那么我们都知道伤痕的作者 卢新皇老师 他就在洛杉矶 他呢 我曾经听过卢老师这个座谈 他是很谦虚的人 但是也是很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的人 那么伤痕也好 班主任也好 后来呢在后来被认为就是说在艺术上 并不见得是十分成熟的作品 而且呢也都是成绩了传统的这个现实主义的传统 甚至可以说是继承了这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 但是他们开始一个时代的反思 在这条线上可以说呢 伤痕文学中 被认为是伤痕文学中最有经典性的作品 很多这个专业人士这样认为是夫龙镇 这个大家我相信也都很熟悉 即使你没看过这小说 你也看过谢苗 那个谢进导演导演的这个夫龙镇 和这个由刘晓庆主演的这个主角 这个夫龙镇 这个是继续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 那么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一直直至今 也一直是存在 但是呢 他们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挑战 第一个挑战 我们另一个线索 就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 我们叫先锋小说 先锋小说里面 大家最熟悉的人大概是于华 那么大家熟悉的于华小说是活着 那么活着这部小说 实际上是于华的小说里面 最不先锋的一部 而且由于是拍成了一个 完全不先锋的电影 活着以后广为人知 那么于华写活着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归一到了传统的写法上 而其他于华的成名吧 或者说这个 入唐的这些作品 是八十年代一些先锋的短篇小说 那么同时的作家 还有一位是苏同 还有一位是马源 还有一位是格飞 我们当时经常说先锋主义的五节 或者四节 那么这个马源 苏同 于华 格飞 这四位小说家都是到现在还活跃在文坛 写过不少作品的小说家 如果你希望了解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的脉络的话 你读他们的小说应该会有所收获 但是呢 这个八十年代呢 是一个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很开放性的 很常识性的这么一个年代 其实远远不止以上这几个作家 那么我们这个在座里面 如果有对文学比较熟悉的人就会知道 这个当时1987年发生过一个很著名的事件 就是人民文学被这个停刊和收回的事件 当时人民文学主编是刘新武 刘新武就被撤职了 那么为什么被撤职 就因为登了一篇小说 这篇小说也可以归为这个先锋主义小说 是写西藏的 叫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 这篇小说的作者叫马剑 马剑呢 因为这篇小说失去了在国内 任何地方发表文章的可能性 那么他后来呢 就出了国 那么在这个八十年代末之后 他成了一个这个繁体制的作家 他现在是在英国 他也是一个先锋的小说 那么马剑的小说 为什么会跑到人民文学发表呢 他本来是这个总工会的这个 总工会的报纸的一个记者 中国工人报的记者 那么他为什么会写小说和发表呢 是起因一个人的推荐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这个用中文写作里 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并不是莫言我们知道 而是这个 入了法国籍的这个高刑建 高刑建当时还在国内 高刑建呢 是这个文革前的老大学生 然后是个法文翻译 然后呢 翻译了很多作品以后呢 他后来自己改行 写这个先锋戏剧 他先锋戏剧就是说 都是从这个等待格多这个路子那来的 或者是贝克特那个路子来的 然后呢所以呢这个 他写这个先锋戏剧 那么后来呢 就推荐了这个 马剑的小说给刘新武 然后刘新武呢 一看俩人都觉得不错 就给发了 发的结果就刘新武呢 最后这个仕途彻底受阻 就给撤了职 所以刘新武先生呢 刘新武老师呢 后来就改行研究《红楼梦》 这都是也是有其原因的 不过呢 我一直觉得呢 这种挫折未始不是好事 如果是刘新武 当时呢 如果是从人民文学这个角度 他继续往上走 大概是文化部的 就跟王某一样 也会成为部委的领导之一 那么他是否还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家 能不能做到王某老师那样 把各方面都平衡好 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OK我们又跑题 但稍微回到 那么我们就知道高刑建 在这个40年改革开放的文学中 其实是要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由于他的这个特殊的情况 所以我们知道现在谈中国当代文学史经常不提他的名字 我个人对于高刑建的小说 倒也不是谈不上多么感冒 因为他呢 他那代人还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 他们的很多的这个写小说 不拖前苏联文学和前俄罗斯文学的影子 高刑建先生呢 虽然坚决否认这一点 但是如果你读过他的两部作品 一个叫做一个人的圣经 还有一部是摩山 这两部 因为这两部文学作品 他得了诺贝尔奖 他是200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那么很多中国作家是不服气的 不服气其实也无所谓 就好像很多人对莫言也不服气一样 对吧 那么我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事情 说起题外话真的不必太重视 如果我们捋一捋这个诺贝尔文学奖 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的话 你可以看到 其中的过半数的作家 现在都已经没什么提起了 而许许多多当时的 这个怎么说呢 真正的非 后来被发现是非常 或者说在文学史上 有着重要地位作家 他没有拿到文学奖 这都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不必落表文学奖 看得过重 这是 但是呢 高刑建的不管怎么说 他呢 仍然是需要这个 需要这个怎么说呢 加上一笔的作者 他也是属于先锋文学的 的一个重阅角色 虽然他最终的小说 跟先锋文学没有太大的关系 而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人 比较耳熟能详的小说 就是什么呢 就是莫言和陈平原的白鲁言 莫言的这个风鲁肥尘 红高粱啊 谈相形 那么红高粱大家不要接受 到了后边的作品呢 很多人就要招架不住 但是我一直想强调的 就是说 莫言和陈平原 他们二位的小说 如果你了解 这个加西亚马尔克斯 哥伦比亚作家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的话 你就会觉得一点都不奇怪了 如果你读过百年孤独的话 你会觉得他们二位呢 受百年孤独的影响的有点 过大 这个过大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等于说 他几乎是全盘接受了 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 然后在里面加上了 中国元素 而魔幻主义 现实主义 这种小说的写法 也是由此 由于百年孤独 1984年出版 我记得非常清楚 1985年出版 我那年正好回国探亲 回国探亲 我在王副景的新华书店里 看到这本书 我记住 我是当时就买了一本 就拿回家去 然后当天就看完了 也是非常的着迷 很喜欢 但是呢 我显然没有莫言和 这个陈平原那样的才华 所以写不出任何东西 我只是看了很喜欢 但是一方面归喜欢归喜欢 一方面呢 我从来没有觉得 就是说呢 这个百年孤独 在西方文学的戏谱中 是一部不可超越的经典 它无疑是经典 但是魔幻现实主义呢 说实话 如果我们熟悉欧美文学的话 我们会认为 魔幻现实主义呢 在这个 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里面 还是不属于 还是一个支流吧 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有的时候 吸取的东西 并不见得是真正最主要的东西 而是进入中国 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至于这些特殊原因 是什么 我们可以在这里展开起来 太复杂 孤不论 就是我想讲呢 就是说呢 受到了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这些现实主义写作的小说家和这种历史小说写作 这个部分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小说中又是一个重要的谱系 那么第四个谱系就是说像王朔这样的 这个这些王朔小说特别具有这个市民性 也是呢特别具有这个怎么说方言的价值 方言性 而且呢特别具有这个怎么说呢 消解价值的这么一方面 他竟然就是我是流氓 我怕谁这种精神头 有这样的精神就是他把好坏是非都加一个很大的否定 他是在否定中产生了一种对这个世界的新的认知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海洋 丸主等等 但是我一直强调你要想读懂王朔的小说 你一定了解他什么时候走红的 我们都知道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化热的时代 关心政治 关心文化 关心一些非常大而无当的东西 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的象征 然后这一切呢都到了八十年末呢 由于由于这个这个一场突变 这个可以说是一下就断了气了 断了气以后呢大家都醒过味来了 都变得现实起来 那么就赶上了这个南巡的大潮 商业大潮启动以后 大家就开始去 去怎么说呢 闷声发大财就了 那么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 王朔的小说是从这个时候起来 就是说你呢 他去消解那些东西 他不再去追求正义 追求公正 追求这个怎么说呢 民主追求开放 他是用一种调侃的方式 而且呢 他呢更加一种更加接替气的方式 来描述平民的生活 从这个意思讲 王朔在历史上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 文学转型上的先驱者的 这么一个位置 那么在王朔之后 非常流行的是王小波 关于王小波 我已经做过好几次讲座 所以我在这呢 就不多说 因为我是跟他从小是 可以说是一起长大 我们是诗教 所以呢 我可以专门去讲王小波 但是呢 我今天只想强调一点 就是说呢 王小波英年早逝 很多作家的成名 成名在 由于他的这个英年早逝而成名 王小波很大程度是 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成名 其实王小波是非常优秀 我们都知道他非常优秀 但是呢 他的很多人知道 他是因为他的杂文 而不是因为他的小说 而对他的小说 我个人一直认为 他的小说 一直是 他是一个非常怎么说的 非常突破中国传统的小说 是非常非中国的一种小说 去中国化的一种小说 可以这么讲 他呢 一直是实验性的小说 关于王小波呢 我呢 不再多做更多的展开 我只想说呢 也从王小波这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小说百年史 可以说呢 小说 我们中国小说的现代性 是这一百年才具有的 还是始自新文化运动 小说 无论 在这个文体上 在这个技巧上 在流派上 甚至在语言上 他呢 都是海外传来的为主 那么这里边 早期影响比较大的是 俄苏文学 比方说 土格内夫 土耳斯 在果格里 契科夫 然后法国的 这个 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 比方说巴尔扎克 弗罗拜 梅丽美这些作家 他们的作品 对于民国时期的 这些现实主义写作 有着最直接的影响 而 文革之后 是西方的 二十世纪 现代派文学 突然进入中国 这里面一个最主要的 最开始的 可以说 第一位 把这个推动 进中国的这个推手 是陈坤老师 陈坤先生 陈坤先生 是我非常尊敬的 一位长者 然后呢 也是我小时候 给我非常大的 启蒙影响的一位 那么 关于陈坤先生的文章 这和作品 我曾经有写过 所以在此不多言 就是说 也是通过一些 这样的一些介绍进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了这种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进入 那么后来才会有 像百年孤独 对这个 我们这些 原来写作 其实 莫言也好 陈坤也好 他们原来都是 这个怎么说 怎么说呢 按说是非常地道的 这个传统的 中国的小说家 可是他们最终 他们在写作手法上 受到了这个 国外文学的巨大的影响 也由此而 有所成就 那么这一点 更说明了 就是说 我们小说百年来 我们中国的小说艺术 原本是比较薄弱 与诗相比 是张回小说 是讲故事 而不是说有现代的各种象征主义 和这种大和小说 和这种怎么说呢 这个心理的描写 和这个幻想性的叙述等等的 这些 这些包括了这个怎么说呢 语言的重要性 包括很多语言的改变 对 比如说用现代的语言 使用方言 口语 然后呢 同时又使用 所谓非常欧化的语言 或者说也有使用 非常民国时期的语言 就是说在这些语言上的追求 技巧上的追求 实际上跟西方文学 进入中国 是有着莫大的关系的 但是我仍然是在这里的 因为我记得 很多年前 有一次北大校委会聚会 我当时见到 刚刚是从 康奈尔还是哪个大学 读完博士了一位小伙子 书是读得非常的好 然后人也是非常帅 非常聪明 然后小伙子跟我说 师兄 我很想读点这个文学的经典 我说那你读过什么 他说我什么都没读过 我最近开始在读莫言 这个就是我想说 我们这代人 还是比较幸运的 我们当时还接触过一些 到了比我们年轻的80后 只有90后 他们从小就是英式教育 他们在小学中学教育里 他们可能在国内受学教育 一本经典都没有读过 导致了他们今日最经典的欠缺 而我们呢 往往是由于在国外 为生活打拼 也逐渐丧失了 对小说的阅读 我今天讲这些 就是希望我们自己 就把读小说 当作一种休息 对过往的中国百年的小说 来重新选择一些经典去阅读 既然今天来听的很多人 我知道他们是喜欢 喜欢文学的 有些人也是想要写一些东西的 那么我们都走过了半生之后 我们有很多 心中每个人有很多故事想要写 而想要叙述的时候 你必须通过学习 通过学习一些经典的著作 会有助于你的写作 那么我也希望 大家呢 有空读小说 把它当作休息就好 谢谢大家 谢谢 非常感谢李大兴老师 今天的讲座 我们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 有谁有问题的 您可以打开您的话筒 然后直接跟李大兴老师 沟通一下 在chat里面有一个朋友 在问到说 49年以后的八级矛盾 都有哪些小说作品呢 应该说 我没有任何能够让我记得柱子作品 小说 我只是小说 那么这一点 我看到有一位 这个怎么说呢 周一华讲 说49年以后 沈同文退出小说界 研究中国古典服饰 诗泽存也不再写小说了 那么如果张爱玲49年后在大陆 还会写小说呢 我这一点我想讲一讲 我们都读过 就是说关于这个张爱玲 她这个 她并不是说这个 1949年走的 她是1951年 或者是52年吧 才离开这个上海去香港的 所以呢 这个呢 说明两个事情 就是呢 就是说在这个 50年代之初 你要想 真想走 你还是有路径可以走的 跟后来走不出去 还是两回事 还有呢 就是说呢 我一直觉得张爱玲 她是一个非常自救 有头 有独立思考的人 她呢 真正是预感到了 这个怎么说呢 她有这些都有文字 她有文字说 她预感到一种大的变革 正在发生 然后呢 这些变革将摧毁很多东西 她大概有这么一段话 那么 所以她自己主动选择了离开 那么我们要知道 这个矛盾不用讲 矛盾是非常资深的 这个中共党员 也是左连的重要领导者 那么 巴基和老舍 他们都是坚决 他们都是忠心拥护 这个共产党的 所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 是自觉自愿的 去写这个 写这个 欧哥新中国的作品 但是不幸的是 他们呢 后来写的作品 包括老舍在内 与他们早期所写的作品 在文学上 我相信只要 我们秉承一个 很客观的角度去看的话 应该承认 就是 他会比以前差了很多 这是一个现实存在 这里面不包括 不是我个人判断问题 而是我是一个 只陈述一个文学史上的事实 那么像沈从文先生是这样 如果你们都知道 沈从文就是说 那么他们等于说 他被认为是不够革命 所以他失去了写作的可能性 他曾经还自杀未遂 在他自杀未遂之后 那么他呢就 醒悟了他的 他的改头身去 去写这个 这个 中国 服事史 那么他不再写小说 那无疑是中国文学的 巨大的损失 至于施哲存先生的 那个情况比较复杂 而且像施哲存先生这样的人 大概有一大批 我以前讲施的时候就讲过 就是说四十年代的时候 中国施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就是我们后来叫成为九月派施人 都是一些受 比如说就是 基本上都是一些留学生出身 这个和这个很有所谓知识分子吧 都是受过很良好的教育的 这么样一些知识分子的写作的诗 写的诗呢 经常有很多的象征的主义的倾向 总之不那么革命的倾向 那么这些人在这个革命成功以后呢 他们集体的不再写诗 他们 我们比较熟悉的诗人是木旦 木旦后来变成一很著名的翻译家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对吧 那么还有像这个 辛迪 他叫王辛迪 辛迪就改行做古典文学研究 后来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系主任 就是他们都是什么 那么最近刚刚 好像是去年吧 新冠期间刚刚九月派里 最后一个去世的老太太 是郑敏老师 郑敏先生 他是一百岁以上才去世 那么他后来是 这个怎么说呢 很自觉的参加革命 也不再写诗 就是至少写的很少 好像文革以后 他们又有一些恢复 这个我不是很熟悉 就是说 就是说明 就是说 当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这个 以前李泽厚 曾经讲过一句话 就是说中国呢 这个文化发展史上 后来是叫做 救亡压倒启蒙 这个讲的是说 这个新文化运动 后来那个启蒙的意义呢 后来变成被抗日这个救亡给压倒了 那么也可以说呢 这个这个我们呢 很大很大程度也是呢 就是说这个革命压倒的纯文学 这个这个讲话 我觉得也是成立的 这里面不牵扯到一个 怎么说呢 不牵扯到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 只是我们从历史上看 我们需要面对历史的真实 李大兴老师 在群里有朋友 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说请问您怎样评价 陆瑶 陈忠实 以及颜歌林的小说 是这样 我对于陈忠实的白鹿远 绝对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非常有历史感的作品 或者说很有开拓性的作品 我只想强调一点 就是呢 就是说 陈平原在写作的时候 他跟莫言他们的二位啊 这个真的是 被百年孤独影响的太多了 这个呢 是这么讲 就是说一个作家 我仍然希望作家呢 作家受影响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 同时作家的原创性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只在写作方法 但是白鹿远本身 小说是写得非常优秀 然后陆瑶是 陆瑶的小说呢 有一点像芙蓉镇 就是什么呢 它是苦难的描述 而他呢 缺少 怎么说呢 说的比较不客气一点 缺少批判一事 所以他跟鲁迅是不可同日而言 那个严格林的小说呢 严格林小说呢 严格林的主要是这样 严格林呢 是创作力非常旺盛的小说家 非常旺盛的小说家 所以呢 作品非常多 可是呢 作品太多了以后 有的时候呢 就写的呢 这个 写的呢 可能不够 不够洗练吧 或者不够 不够 polish的不够吧 还有呢 这个 写作品的时候 你最好 我们当代人写作品 有很大的问题啊 就包括我也见过很多写作品 他一写的时候 就想着 我这能不能给改编成电视剧 改编成电影呢 因为你知道写 写小说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属于 这个 浪费你的生命 不会 不会赢得什么经济利益的 他必须得改编成电影 和那个什么电视 所以呢 但是呢 好多时候好的小说 一旦是有了通俗性的追求的时候 会影响他的写作的质量 我个人还是非常欣赏的是 像卡夫卡那样的写作 就卡夫卡 我们都知道 那是我们可以说 政治文学史上 这个世界文学史上的 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么卡夫卡生前 是一名保险公司的一名职员 他呢 发表过一部小说集 但是基本来说呢 就属于说 就跟我出过一本书一样 当时大家出过就出完了 谁也没 谁也没觉得怎么着 然后卡夫卡呢 中年就去世了 去世之前呢 他呢 他呢 他一生未婚 然后呢 所以呢 他多少 我故意 现在在的讲法 都有点depression 所以他临终前 他是说 嘱咐他的朋友 把他的手稿全部 复制一句 我们必须感谢 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呢 是他的粉丝啊 当然了铁粉 所以呢 看着说觉得这么好东西 我怎么能复制一句呢 最后他的朋友在死后 把这些东西整理 据说好像第一个出版商还不接 那么后来又找到出版社 那么最终就有了我们今日看见的卡夫卡 OK 谢谢李老师 请你呢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各种问题 但是因为今天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 希望我们 星星抒情的读书频道 在下一次还能够邀请到大兴老师来给我们做更多更深入的讲座 谢谢您 谢谢 然后呢 我在这里呢 也是广告一下我们的星星书庭读书频道 我们有第一期的读书分享会 会在8月6号就是下个礼拜六的下午举行 那具体的通知的话呢 我们是发在了我们的星星学社的会员群里面 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交流群里也会发出来 希望大家有兴趣 参与分享的朋友们呢 那就是接龙 那么我们可以好 就是提前的预先做好会场的准备 谢谢大家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李大师来 谢谢 今天是讲的深入浅出啊 我们今天来听讲座的应该都是一些喜爱文学 喜爱中国小说的一些朋友 我想他们都从今天的讲座里面听到了我们李老师的观点 李老师的对中国小说百年的这个梳理的这个脉络 大家都听得意犹未尽啊 所以你看参与五年有很多的问题 我想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在一起我们的老师再来听大家做请做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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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